这个就是7月26号党产会宣布 大概过一个礼拜 我们的工会 我们有工会 我们自己就组织起来 到党产会去抗议 那么我们的员工常常问我一句话 说主任 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 政府要这样惩罚我们 我都告诉他们说 你们没有错 错的是政府 所以这次我们的游行 就是要告诉政府 党产会政府你错了 我只是路过的假面骑士 您说周日会去凯盗支持救国团 这位朋友叫人生是一场梦 您要救国团不要民进党 好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个我们先来看一支影片 让大家赶快了解状况 我们员工要大声的抗议 党产会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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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我们是政治争防 我不晓得我们带动唱 玩个团康 爱着鼓励大家一起做 这样叫做洗脑学生吗 你们说这样是洗脑学生吗 是 台湾是个民主的国家 我们不应该在内斗和分裂中被牺牲 请党场会停止违法乱全 蔡英文总统曾经说过 劳工是他心中最软的一块 让蔡英文总统任命的党场会 也在对劳工下毒手 我想问 当我们消失之后 被需要的民众该何惧何从 我要强调我们没有做错事 我们都在帮助青年 我们需要工作 我们更爱助人 请问我以后 要怎么跟我的小孩解释 做好事不一定会有好报 加油 在这个社会 做好人 还要被当坏人一样的最大 一样的惩罚 今天你们手上的标语 就是自食 告诉他们 告诉他们 这个社会还是要有正义的 还是要有良心的 看起来就是这个真的很愤慨 劳工走上街头 刚刚我们最后有把那个邮政划播 划播的账号 都显露出来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经费全部被冻结 所以这一次的游行的经费啊 完全要靠外界的捐款来资助 但是这一次让我们最感动的是 我们全国有三万多义工 我们的义工这次是出钱出力 所以各县市的这个动员的经费 全部是我们义工自己出资 包括要去这个租游览车 包括这个便当费用等等 全部是他们出资 那我们自己总团部这边呢 我们自己包括我自己 包括我们主力 包括我们一级主管 还有各县市的主管 我们每一个人都捐款 每一个人捐款呢 就表示说我们要人家救我们 我们也要自助 这等同是扣押了 就是把财产不动产 还有现金都冻结了 这要怎么运作 所以现在全部都是要靠捐款 对 完全要靠捐款 当然就是说我们日常的这个运作 你每一笔钱要使用的时候 你还是要向党产会去申请 就是我的钱 我要去跟党产会申请 每用一毛钱都要经过它同意 它不同意你就不能使用 宪法保障我们的财产权 到哪里去了 对 还有机会结社自由 还有对 那个叫结社权嘛 宪法也保障我们的结社权 这个结社权里面呢 当然也包括社团的自治权 就是你社团内部的事务 你可以自己自主做决定嘛 可是党产会透过 对我们财产的控制 因为你都要跟它申请 对 所以它可以透过财产的管控 来干预到你内部事务的这个运作 因为它不通过你这个军费 你这个活动你就不能办 所以它是在刁难人民 刁难民众 我举个最离谱的例子 有一次南台湾发生大水 你还记得吗 我看到新闻报导说 连续有几天好几个县市 老百姓没办法出门 因为都被大水淹了嘛 他出不了门嘛 没有吃的没有喝的 我们大概是全台湾 我们马上就决定 在南部各县市 我们成立这个救灾中心 然后我们就跟党产会申请 要动用我们的急难救助基金 要买一些民生的物品 要送给这些南台湾的 受灾的民众 党产会跟我们讲 请你们报名册来 你们要救助哪些人 要救人要赶快啊 我的天哪 还要造名册 他以为我们救助的 都是国民党的党员是不是 对啊 你扣押救国团 关国民党完全不会伤 他一根寒毛啊 我们是一个跨党派的组织 包括我们办很多青年的活动 我们从来不会问他 你是哪一党的 国民党你才来参加 不是国民党就不准参加 七十年来救国团 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 我们要救助民众 所有的民众 都是我们的家人 他们有困难的时候 我们都要去协助他 我怎么会去问他 你是不是国民党 你国民党我才救助你 你不是国民党我就不救助你 要我们报名册 哇塞要把人民分颜色啊 何况救灾是非常紧急的事情 急如新火的事 我照名册 我花个三四天好了 也许那个水都退掉了 不需要你去救助了 对 所以最后我们还是 是请我们的义工捐款 在两天之内捐了将近七十万 我们用的这七十万 去买民生物品 送给这些受灾的民众 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也不要等党产会 同意动用我们的 极难救助的资金 我有时候常常在想 党产会政府怎么这么冷血啊 这个是政府该做的事 我们帮你做了 你还要我去报名册 是不是还要报 上面还要写明说 他是哪一党的 这么离谱 可能一般民众都不了解这些事情 真的您不讲 我们还不知道呢 所以你用这个例子 你就知道党产会多离谱 他叫我们 放下土刀利利成佛 这句话记录了我们所有的义工 什么放下土刀利利成佛 你们是抢匪吗 我们的义工说 我们在救贵团这个平台里面 每天每个礼拜每夜出钱出力 跟着这个救贵团 一起做很多的这个公益的活动 帮助很多的老百姓 我们是在做善事 有一个义工就讲 救贵团70年来已经成佛了 是你应该要放下土刀利利成佛 党产会应该放下土刀利利成佛 他有权力嘛 权力在他手上 有权力的人才有屠刀嘛 是他现在拿这个屠刀 到地到处砍杀 前面已经砍杀很多人了 现在轮到我们 下一个不知道轮到谁啊